昨天您有退出民眾黨的這個 為什麼您退出 然後又剛好加上副市長的事情傳出來 人家有在擔心說 欸你是不是會退黨 因為你剛剛有說你還是民眾黨黨 那未來的規劃呢 我想不會退黨啦 畢竟我還是台灣民眾黨的議員嘛 那因為當初成立這個黨的時候 雖然是一個很核心的一些顧問團決定 但是內政部的這個申請書 還是我去完成這樣的一個作業 對這個黨我還是有很深的一個情感 那這也退黨也不符合我的 我的個性也不符合我的人設啦 我是一個非常重情義 而且非常忠誠的人 所以剛講到了這個去接台中副市長 這樣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人士的一個決定 對我來講其實是壓力也很大 那基本上講直接坦白一點就是 我事實上我對台灣民眾黨還是有我的責任 跟我應該要去為這個黨要去互出的地方 嗯 盧秀燕會嚴覽您進入這個團隊裡面 擔任副市長嗎 那您有這樣的打算嗎 那有沒有跟盧秀燕市長來談過 呃我想這個職位是比較政治性的任命啦 那對我來講可能壓力也很大 那我呃這個是外面的傳言 我想那個這個還是要尊重盧秀燕市長的一個決定 但是我想這個政治人士決定對我來講有點沉重 因為我畢竟還是呃台灣民眾黨 那我可能必須跟黨內做一個比較廣泛的一些溝通 哦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是覺得呃可能呃呃依照我的個性啦 我的個性就是說去接這樣的一個職務呃呃對整個黨內來講 我覺得可能衝擊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是我必須要去考慮的 我可能會去環聚這樣的一個職務 啊但是對盧秀燕市長的一些呃支持齁 我想我們還是有一些可以合作的地方至少我在地方上面的一些服務 還是需要還是會需要他的協助 嗯所以盧市長是選後之後就馬上來跟你們討論這樣的事情 嗯其實基本上是沒有啦都是外面我謠喘的嘿 但是這個對我來講壓力太大了 我這兩天我也覺得這個嗯不知道怎麼 不曉得怎麼去就是跟市長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想我會找個時間跟他討論 台中的蔡碧如委員他是退出了我們黨的這個媒體群組的運作嗎 這個消息我不知道有沒有退出的問題 但是我想碧如解釋台灣民眾黨的重要資產 那他有什麼問題他應該都會跟島內做討論 市長人選 市政以及建設以及市民照顧為主 我想問一下就是主席這一次的票自立議席 居若第三原因是什麼 那場內由誰要來負責 我想這一次的大選 台灣民眾黨已經非常有勇氣的參與這一次的選舉 我想這是台灣民主的一次的一個過程 柯主席的得票率其實已經是高過於預期了 小黨在一個沒有資源也經費不足的情況之下可以打到這裡 我相信這也是展現民主的一種風範 選舉就是這樣願賭服輸 我想主權在選民身上 表示說我們需要更加的努力 那黨內當然台灣民眾黨一直都一向都有這個檢討的過程 在這個應該大家會驚下心來 經過這給一點時間 那黨內會開始蒐集一些意見 那作為下次改進的一個方針 民眾黨這邊的態度是會自己推開人選出來角逐國會的龍頭嗎 還是說等到藍綠的他們的答案 你們才要做相關的決定 民眾黨這邊是有巴西 所以我們很清楚的是我們要的是未來的改革 而不是誰來當院長 所以今天我們提出的很簡單就是 比政府院長更重要的是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裡面要讓這個事情從以前到現在人民的期待必須要先被落實 而不是只是誰來推院長 推院長就像剛剛國昌說的 那你來當院長幹什麼 你不來改革 那就讓人民去檢視 到底是誰不願意往前走 各位媒體朋友還有各位網路前還有各位支持台灣民眾黨的朋友們 大家早安 今天還是要第一時間要先謝謝全國各界 尤其是這一次投票給台灣民眾黨政黨票300多萬的支持者們 謝謝大家對台灣民眾黨的肯定 那我想這也是台灣民眾黨在成立4年後 我們的政黨票席次進加倍 第二個就是這一次有8席的部分去立委 那這8席現在的確是立法院最關鍵的少數 所以現在我們8席從昨天開始就已經開始工作 那接下去我們會一樣秉持台灣民眾黨理性務實科學 還有秉持民意專業價值在我們的立法院的運作 還有未來的發展上面 朝向我們一再主張的公開透明財政紀律 我們也希望能夠幫人民做最尖閣的監督 那今天我要先代表台灣民眾黨的全國進行總部 向所有的支持者先謝謝 謝謝大家在這段時間 還有在選票一票一票的入軌 那接下去台灣民眾黨正在規劃全國的卸票行程 那也會謝謝所有的志工還有地方黨部的很多的幹部 以及這次幫我們上街非常多的陸戰隊 以及台灣選擇自由會的後援會們 以及這一次非常感動我們的是康阿伯的這些支持者們 所以台灣民眾黨很特別的是 各位看到我們在政黨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們已經改變了所謂傳統的庄角政治 我們現在所站出來的都是除了志工之外 其實有非常多自發性的 還有相關支持者 他們已經把他們自己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 提出來讓大家知道 也就是說在台灣有非常多的民眾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隱性 但是這一次他們都站出來 我相信這也是台灣公民自覺的一個很大的起步 接下去台灣民眾黨會把大家的心願跟在這過程裡面 我們所了解的民生疾苦都會在立法院黨團持續的來幫大家發聲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接下去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秉持我們該有的獨立的立場來監督現在的執政黨 那接下去就是我們二月份要上任之後要做很多很多的事 所以我們沒有時間休息更沒有時間沮喪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支持者跟我們一樣 捲起袖子繼續往前拼 謝謝 柯主席下一步要怎麼走 下一步要怎麼走 立法院要不要跟他們 兩黨怎麼合作 奇怪他們有沒有拍度外的辦法說 什麼意思 我去陳自然左右而已 來 就會 請